老公回来没有 还没 她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妈妈 她一个人要带孩子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呢 这个帮我们写一下 叫她老公赶快回来 交个的呼唤 不晓得伊成老公听到了吗 新手妈妈林伊成15日出席活动 聊到目前还在美国工作的老公 大家可是替她声声呼唤呢 老公又去美国了 她是在Keya那边找一个事情吗 有啦 现在都很方便啊 太方便了 所以但当然人跟人能够直接面对面 还是不一样的 那你有希望她多久回来一次吗 隔离放宽了应该就四处 比较准 对 最近一定要问一题吗 你的电话二十年有换过吗 是 你有问耶 如果有人觉得打电话 你会接人吗 是我电话不理的我会接 不是的我不会接 真的想问是书店 不是谁打电话 那些人可以接 不用我书店都 我们平常都有在联络的同学会啊 生日啊 都有问候 甜蜜的说老公就是唯一 如果聊到自己一打一带孩子还是有崩溃的时候 当我不明白她要什么的时候 因为演员总是觉得自己观察力应该是很敏锐 然后也比较能够以自己的情绪去影响他人的 但是这个小生物是不管的 对我们是没有一个 潜力可以依循的 那以你今年三部作品来讲 分过去那阵子比分是量产的吗 是不是有点想逃离家庭的感觉吗 其实本来是四部 也的确是隔很久了很渴望了 在工作这一部分重新唤醒某些东西 目前还好因为都在台湾拍摄 然后高铁非常方便 所以目前还感受不到 但也开始慢慢有感觉了 因为好像会有 这部电影目前有几天在中南部的外景 我正紧张的 对不知道到时候状况会怎么样 小朋友就有感吗 对于你的理解 我有感 会怎么样 你是看她的照片还是什么 我其实还是 算蛮天蠍座的妈妈还蛮能放得下心的